嫂子 嫂嫂来了 胖妹相亲看到小锅盖矮大三粗 直接给了她一个白眼 进屋前还故意撞了锅盖一下 进屋后一口气吃了八碗面条 惊呆了锅盖母子凉 闺女你慢点吃还有呢 我饭量不大 胖妹说完又端起一碗面 刚吃两口 发现屋内的人都在注视着自己 她这才想起自己是来相亲的 于是直接进入主题 我想问锅盖 如果你娘同时掉进了河里 你先救谁 不是 我们这河都干了 这问题不存在吧 这样的回答显然得不到胖妹的欢心 锅盖妈赶忙替儿子回答 先救你 当然先救你了 锅盖这人可好了 以后啊你就等着享福吧 见媒婆都这么说了 胖妹直接问锅盖有没有相中自己 锅盖有些犹豫 锅盖妈再次抢答 相中了 相中了 就看你相中了 锅盖没有了 看她那样 我可真是鲜花插到了牛粪上 不过我这人也不注重外表 就看她有啥本事没有 锅盖说自己是个木匠 在工地上她的工资最高 一旁的媒婆接过话 她说锅盖很小的时候就出门打工了 现在手里有好几十万了 胖妹的眼睛一亮 立马说出自己结婚的条件 俺娘就俺一个闺女 也没指望在俺身上发财 俺也是这个意思 啥都不要 只要在县城买一套房子就行了 锅盖一听就不乐意了 农村好好的 但妈非要到县城去买房 胖妹直接回怼一句 现在谁还住农村 房子安买 安买啊 咱就在县城买一套 见未来的婆婆这么好说话 胖妹便假装为难的又提出一个条件 还有一条 也不是啥大事 不过也得说清 说 说 那 我可说了 哎呀 你说啥我都答应你 将来 俺和锅盖 可不管养活老人 锅盖妈一听 脸色大变 这打脸速度也来得太快 但为了儿子能结婚成家 锅盖妈还是同意了胖妹的条件 胖妹担心口说无凭 便让锅盖妈签个合同 省得以后说不清楚 这下 锅盖不干了 本来就没看上胖妹 还替这么多要求 果断拒绝了这门婚事 一辈子不娶媳婦 她也不会娶她 好 你以后 可别后悔 胖妹一气之下 离开了锅盖家 锅盖妈赶忙追了出去 但她的体格 根本拦不住胖妹要走的心 眼看到手的儿媳就这么飞了 锅盖妈那叫一个生气 拿起扫把 就是一顿打 为了给儿子找到媳妇 锅盖妈那可真是操碎了心 听说隔壁村有个神婆算命很准 锅盖妈就拉着儿子去算了一挂 这位神婆自己刚离婚不久 还不到40的她 靠说没算挂为生 锅盖妈一进门 神婆就神神叨叨的 让他们先交钱 赶快给本宫上金银了 老奶奶 那得多少钱呢 有钱人都要八百八呀 我没带那么多呀 没钱人也得要八十八呀 老奶奶 你看来的时候走得急 没带那么多钱 就这原谅了啊 老奶奶原谅了 跪 神婆看了看钞票 确认是真前后十分满意 几天后 神婆就给锅盖 物色好了一个女孩 由于上次和胖妹相亲 让锅盖多少有了点心理阴影 于是她拉上好友光辉给自己壮胆 到了女方家里后 女方一家人都以为是帅气的光辉 来相亲 那叫一个满意 你们认错了 是我 我才认相亲的呢 去你的吧 看玩笑也不看神什么地方 女孩叫王大云 看到自己的相亲对象 是个源头源脑的小矮个 一下就不高兴了 此时王大云的老爹 也就是老王回来了 神婆赶忙给两人介绍起来 刚见面就被人喊爹 老王倒是挺高兴的 他仔细打量锅盖一番后 觉得锅盖虽然个头不高 但人倒是蛮憨厚的 可大云却是一脸嫌弃 随后老王招呼众人屋里坐 要说锅盖还是挺聪明的 他没急着进屋 而是直接给老丈人送上一台新手机 爹 给您买的手机 我有手机 你看三百多个家买的 这个三千多呢 一听三千 老王瞬间对这个小胖子更有好感 随后锅盖进屋 神婆还想让他和大云单独聊聊 可锅盖却非要留下光辉 而这也正合大云的心意 神婆也不好说什么 只好让他们三人在房间聊天 你叫啥 俺叫张成才 何成才呢 俺还不知道你叫小锅盖啊 太阳气了 不是 俺小名叫小锅盖 俺大名叫张成才 身份证上也叫张成才 你不信 你看俺身份证 从大云嫌弃的表情来看 显然他更想了解光辉的情况 不过光辉知道自己这次 来是为锅盖相亲的 所以他在大云面前说了不少锅盖的好话 锅盖对大云也挺满意 就想听听大云对自己的看法 大云为了给锅盖留点面子 就表示这才第一次见面 还需要多了解一下再说 期间眼神不断地看向光辉 在回去的路上 锅盖还很得意地说大云应该是看上自己了 要不然怎么会对自己笑 而另一边 瘦了三千手机的老王 对锅盖那是相当满意 和神婆表示 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 神婆非常兴奋地 准备回去告诉锅盖妈 半路上大云追了上来 他直言自己看上了光辉 不喜欢锅盖 如果神婆愿意给自己牵线搭桥 他可以支付800块 神婆本着有钱不赚王八蛋的原则 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随后屁颠屁颠地跑到光辉家 和光辉妈说了今天相亲的事 光辉妈也是为儿子的终身大事操碎了心 一听有姑娘看上自己的儿子 当晚就劝儿子曲大云 一开始光辉觉得 这样做太对不起锅盖了 以后两人还怎么一起愉快地玩耍 所以说什么都不同意曲大云 见儿子如此懂事 光辉妈也想放弃了 钟 你要是不愿意 那就算 那 你们要是觉得行 你们就说说看看呗 显然 在爱情面前 好哥们什么的都是浮云 不知情的锅盖 又跑到大云家 给老王送了一个MP5 爹 给您买了个P5 屁股 不是屁股 MP5 这干啥用呢 能听戏 给您下载了几段预计 听听听 这么会来世的锅盖 老王是越看越喜欢 可接下来两人说的话 直接把他们自己都给整猛逼了 锅盖 我得说你几句 你说这几天 你老带着大妞出去 弄差点 她可是没过门的大闺女 别让人家说些话 啊 俺这几天一直忙着猪场的事 没带大云出去啊 大云不在家呀 我还问你呢 其实不用想都知道 大云肯定是和光辉去玩了 只是两人还被蒙在鼓里 隔天 锅盖刚出门 就看到神婆带着大云过来了 锅盖还以为大云搞突击检查 立马冲回家 说大云要来了 于是母子俩开始疯狂地收拾屋子 殊不知神婆和大云已经在光辉家磕起了瓜子 神婆更是直接向光辉妈要介绍费 光辉娘 哎 这姑娘怎么样 好 好 顺着呢 哈哈哈 那咱事先说好那20% 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冲 给 哈哈哈 屋内的光辉还是有点担心 以后不知该如何面对光辉 大云却表示 现在又不是过去 哪里有一说就成的 有了这借口 光辉心里也好受多了 对 只要有爱 现在是新社会嘛 婚姻是自由的 爱情是自私的 是吧 那你还犹豫啥呢 与此同时 郭盖家已经收拾完了 可大云和神婆却一直没来 郭盖妈觉得 是不是儿子看走了眼 可郭盖再三确认 自己没看错 郭盖妈就让郭盖出去看看咋回事 这一出门吧 正好看到了神婆和大云 从光辉家出来 憨憨的郭盖 还以为神婆他们走错门了 神婆和大云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还是光辉妈把话说开了 郭盖啊 我跟你直说了吧 这大云现在跟俺家光辉定亲了 你赶紧再找吧 我真想去找你说这事儿了 你看看这事闹的 小郭盖 咱俩人不合适 啥都甭说了 俺已经跟光辉定亲了 光辉 郭盖 对不起 大云自己干啥呀 啥对不起 娘 此刻郭盖的内心 犹如晴天霹雳 她坐在村口叹息 要是能重来 她肯定不会带光辉一起去相亲 光辉妈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找到神婆 让她尽快把大云和光辉的婚事办了 在超能力的作用下 神婆很快跑到老王家 商量彩礼的事 由于村里攀比之风盛行 大云妈觉得 其他人都要十万二十万的 他们家要个十万彩礼不过分吧 神婆好说歹说 再加上是大云主动提出 要嫁光辉的 老王最终同意 给五万彩礼就行 那你就不能说说 再少点 俺好说歹说 都说成了一包到底了 那连锁门子 百贵设上的钱都有了 俺跟你说 你出了这五万块钱 就能把闺女娶到家 中 五万五万吧 反正咱跟小狗盖家弄这事 打掉眉牙 往肚里沿 就这样 两人的婚期定好了 婚礼的前一天 大云妈送来不少嫁妆 就在众人准备把嫁妆摆在柜子里时 发现柜子忘了曝红布 大云妈就让光辉妈从家里拿一块 可光辉妈认死理 她觉得 既然说好五万一包到底 那不管缺啥 都是女方家的事 这一包到底啥都有了 该你家出的东西 怎么 现在变糊涂了 那你看看大妈 光辉她娘 咱不就图个好图个顺吗 你赶紧进屋拿块布 不挨个不就得了 不管是神婆劝 还是儿子劝 光辉妈就是死活不肯 再出任何东西 这让大云妈很不高兴 这还没过门 就因为一块不找不愉快 于是随口抱怨了一句 光辉妈一听更激动了 因此 双方发生了争执 光辉不想让村民看笑话 一气之下说自己不娶了 大云妈也被气坏了 留下狠话 带着嫁妆就回去了 你厉害啥呀 俺闺女还没订你家门 你就这么厉害 进了门你还被罢子给撤了呀你 走走走 好 月光辉 这话可是你说的啊 俺家闺女又不是愁着嫁不出去 走走走 赶忙让儿子去把人追回来 但光辉的倔脾气上来 说什么也不去 还把神婆给骂走了 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我跑了这么多天 你说不娶就不娶了 我不娶了你走 不娶就算 我也求你们家人 老王这边也是气得够呛 当场就要取消这门亲事 媒婆为了赚点介绍费 苦心相劝 这才让老王冷静下来 老王觉得 锅盖比光辉靠谱多了 就让女儿明天嫁给锅盖 大云也觉得 光辉家今天做得太过分 便同意父亲 只要锅盖愿意 她就嫁给锅盖 于是神婆连夜跑到锅盖家 商量婚事 大云和月光辉家 吹了 吹了 太好了 大云明天要出嫁 咱们家要是愿意的话呢 那咱明天就娶媳妇 啥 要是不愿意呢 那就算了 都这时候了 赶得上吗 这不是好事吗 这不等于咱白捡个媳妇吗 锅盖妈一听 明天就有媳妇了 那就要一个高兴 都准备立马去通知亲戚 可锅盖却不怎么想娶大云了 让光辉知道了 咋说我呀 你管他说三道四干什么 他管你了吗 他跳你的媳妇 跟你说了吗 这媳妇 谁娶到家是谁的 娘 你当家我当家啊 这样不行 咋就不行了 你要是不娶 我死给你看 不是这样我太不够意思了 这样 咋不够意思 他婶 明天俺家都娶媳妇 中 你赶紧准备啊 去吧 就这样 第二天一早 郭盖家的迎亲队 热热闹闹的前往老王家接亲 此时的光辉妈后悔至极 拉着儿子就要去抢亲 见儿子想躺平 光辉妈只能打感情牌 看着哭成泪人的母亲 光辉只好穿上新郎装 前往老王家 老王家这边一片喜庆 可大云却在房间里落泪 因为他的心里 其实还是更喜欢光辉的 只要他肯来道歉 他立马就能原谅 为了不让自己后悔 大云和郭盖 说了自己的心里话 小郭盖 我真的喜欢月光辉 我知道了 我现在跟你说 你心里肯定特别凉 但没办法 那你说咋办啊 与此同时 光辉也来了 他和母亲跪在老王家门口求原谅 要是昨晚来道歉 老王或许能原谅 可今天女儿都要嫁给郭盖了 却跑来求原谅 这让老王下不了台阶 就想把他们赶出去 听着外面的吵闹声 郭盖思索了许久 最终决定帮助大云逃婚 这可把老王给整猛圈了 是他提出要把女儿嫁给郭盖的 现在人跑了 他都不知道如何向郭盖家人交代 郭盖爸妈也很着急 家里一堆的亲戚等着开席呢 这新娘子没接回去 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向亲戚交代 此时神婆提议 不如他来代替新娘 反正盖着盖头 其他人也认不出 等找到大云 再把大云送过去就好了 事已至此 双方都同意神婆的意见 就这样 郭盖和神婆坐着婚车回去了 路上神婆突然自己掀开盖头 然后询问郭盖 郭盖 事情已经这样了 咱们就一起过吧 你说啥的神呢 郭盖啊 正好我也是单身 我就比你大十几岁 爱一同类 不是 沈子你 你喝多了吧 我没喝酒 郭盖 信命吧 这就是缘分 咱们就一起过吧 我喜欢你 我一直都喜欢你 不是 沈子 停车 停车 你不停车 我就倒车了 你快停车 神婆突如其来的以身相许 吓得郭盖连忙喊司机停车 下车后 郭盖撒腿就跑 神婆在后面紧追不守 为了摆脱神婆 郭盖使出洪荒之力 总算是把神婆给甩掉了 累死我呀 累死我了 你跑啥呀 瞧你呢 该说不说 连神婆都想嫁的男人 自然坏不到哪里去 只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起起伏伏 让郭盖有些受不了 突然就有了轻生的念头 可在她准备就绪的时候 一个姑娘路过这里 在她的劝说下 郭盖这才坐了下来 眼前的姑娘郭盖也认识 就在前几天 姑娘遇到劫匪抢包 车上的人都无动于衷 只有郭盖冲下车 虽然被两个劫匪揍得鼻青脸肿 但还是拿回了姑娘的包 姑娘对郭盖瞬间就有了好感 于是两人成了好朋友 更巧的是 姑娘既然是老王的小女儿二云 回到家 听说姐姐毁婚的时候 觉得确实是姐姐做的不对 于是 二云一有时间就去探望郭盖 并照姑娘媳跑了 而难过病倒的郭盖妈 郭盖妈不由的感慨 要是自己有一个 小二云这样的儿媳 该有多好 郭盖妈的话 让二云陷入了沉思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她觉得 郭盖除了长相一般外 其他都挺好 于是鼓起勇气 和父亲说自己要嫁给郭盖 老王一听大为吃惊 因为在她心里 小女儿不仅是村里 为数不多的大学生 又长得那么水灵 嫁给一个农民 不是亏了 你看 等 俺俩结婚以后呢 我就回来 帮她养猪 然后 再考个村官 老王一听 小女儿能留在身边也挺好 隔天 二云就去找郭盖 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可郭盖却觉得自己配不上二云 你姐是个农民 都相不中外 你是个大学生 又长得这么漂亮 知道你是在同情 我就问你一句 你相不相不中我 那肯定相中 那我配得上你吗 关键事敢配不上你 那行了 那你就别管了 二云说完 转头就找到郭盖妈 一听二云要嫁给自己儿子 郭盖妈那叫一个高兴 立马感谢老天爷 给他送来这么好一个儿媳妇 可听说二云是老王的小女儿后 心中的怒火再次被点燃 说什么都不愿 儿子在跟老王家的人有来往 二云知道郭盖妈担心再次被爽 于是二话不说的 就和郭盖领了结婚证 最后 郭盖和二云在亲友的见证下 正是过上了没羞没骚的幸福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